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大理看世界 2021年3月下旬 四川三星堆文化為止 再次宣布出土更多的文物 包括青銅神樹 青銅人像 黃金面具的殘片 和章牙等500多件 這次是繼1986年 兩個祭子坑發掘過千件文物後 時隔35年後 又一次震驚世界的發現 讓時連續多日直播 發掘行動並且大力宣傳 將三星堆事件推上焦點 相關新聞隨之衝上熱手 就在黨媒喉舌為炒熱新考古發現 而望得不逆落符的同時 三星對文化的種種未解之謎 也引發大家對真實歷史的重新審視 網絡上也展開了 對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和辯方 到底三星堆文化 是中原文化 還是外來文化 是外星文化 還是史前文明呢 雖然有很多說法 到現在還沒有定論 但是有一點 就是隨著三星堆文物的出土 很多風塵已久的歷史 也將會逐漸重建天日 三星堆文物和《山海經》記載 民間傳說的妖魔 以及詭異的怪獸等 和近兩三千年的中華文化 差別很大 因此比現在的人 普遍認為 是一部先秦神話古蹟 就連當年的史記作者 司馬遷讀過這本書後 都深感難以置信 並感嘆說 《山海經》所有怪物 如不敢言之也 不過 三星堆出土的很多文物 竟然和《山海經》裡的記載 幾乎完全吻合 為大家了解真實的人類歷史 推開了新的一線門 首先 三星堆出土的最大一棵青銅樹 也就是一號青銅樹 和《山海經》裡 堆神樹扶桑的相關記載 幾乎吻合 一號青銅樹高度是3.96米 分為上、中、下三層 每層有三組分枝 總共有九支樹枝 向下灣的每支樹枝上 都有一朵花 上面都站著一隻鳥 據《山海經》記載 在扶桑樹上 棲息了九隻代表太陽的金烏鳥 下有湯谷 湯谷上有扶桑 十日所用 在黑此北 居水中有大木 九日居下枝 一日居上枝 而一號青銅樹上的九個鳥居 在樹枝上 正好對應了扶桑樹上的金烏鳥的 九日居下枝 這樣 根據《山海經》 一日居上枝的提示 是否還應該有一隻 代表太陽的鳥居 在神樹的頂部呢? 的確 考古專家和遊客 早就發現了 青銅神樹的頂部 呈現出截斷、殘缺的形狀 是否因為歷史九月而遺失了呢? 同時 青銅神樹上的龍紋色 和新發現的銅器上的龍和葵等 都可以在《山海經》裡找到圓形 不僅如此 三星堆最近首次亮相的三號青銅樹 在它的樹頂 站著三座 人手鳥身的青銅像 與《山海經》 海外東經裡所描述的巨望相吻合 東方巨望 鳥身人面 而據《山海經》記載 看管扶桑樹的正是居望 而且三星堆出土的 多個人頭蛇身的青銅人像 亦是對應《山海經》裡的記載 例如大家熟悉的伏熙、鋁窩等 上古神仙 都是人手蛇身的形象 此外 《山海經》的《山經》部分 又被稱為《五藏山經》 後世認為藏通五藏的藏 如何理解地球的五藏呢? 如果對比五藏形狀和各大陸地殼形狀 便可以發現 澳洲是心臟 非洲和美洲是肺臟 北美是皮臟 格陵蘭島是腎臟 亞洲大陸是肝臟 而南極洲是對應人老 其中西南極洲是大老 東南極洲是小老 東南極洲伸向南美洲的半島 就是老幹 而且據美國科學家研究發現 《山海經》詳細描述了五大湖 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等北美東部地區的情況 在它的《第九經》和《第十經》裡 描述到美洲的很多地方都準確無誤 此外 第十四章《大方東經》裡 描述的《光華》之後 河水流進無心淵 一生如此 說的正是北美科羅拉多大峽谷 日出的情景 因此 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 《山海經》並非是神話傳說 而是真實地記載了歷史 現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 再一次引證了《山海經》的記載 有不少網友驚呼 神話故事 本來就是神的故事 也是真的 真實的歷史 隨著時間的流逝 慢慢就變成了神話傳說 神話傳說 也是真實的歷史 如果《山海經》 是一部嚴謹 而有準確的史記的話 這樣在裡面記載的史前大洪水 大雨治水等等 曾經被認為是神話傳說的事 是不是也是真的呢? 《山海經》裡面記載的 大雨所治的那場大洪水 發生在瑤帝在位期間 據推算 距離現在大約是4400至4300年 而西方聖經裡面記載的 羅亞方舟大洪水 同樣也發生在大約4400至4300年前 東西方記載的兩場大洪水 在時間上完全是吻合的 據記載 這場全球性的大洪水 是距離今天人類 最近的一次全球性的大災難 差不多徹底摧毀了當時的人類文明 即使大雨治水的故事 在大陸是苦如皆知 但因為疏通九州 開闢九州等工程 極為浩大、艱難 證實科學追隨者 無法相信在落後的古代大雨 可以成功做到 再加上長久以來 缺乏考古學證據 普遍被人認為是神話傳說 不過2016年 科學雜誌 肯登了一篇研究論文 證實了中國在大約4000年前 確實發生了大洪水 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 是南京師範大學 地質學家吳興隆博士 早在2007年 吳興隆博士在黃河漁岸 發現一些沉積物的厚度 很不沉上 高達20米厚 而且看起來 就好像是洪水缺體之後的沉積物 研究團隊 對洪水沉積物裡的有機物 進行碳分析 結果顯示 大洪水大約發生在4000年前 正好和歷史記載的 信譽時期的大洪水相吻合 與此同時 考古學也不斷有新證據 阻止這場大洪水的真實存在 自從1999年起 中國社科院文物研究所 就開始在拉加為止 展開考古挖掘的工作 這個位置位於青海省 東南部文和縣 拉加村 黃河北岸 研究人員發現 這是4300年前到3900年前 一個村落為止 挖掘出的多具人類遺體 保持著急凍的狀態 因此拉加為止又被稱為東方貝隆 研究人員 由挖掘出的遺體和文物推斷出 黃河北岸的拉加村 在被4000年前的一場大洪水 直捲著厚厚的泥漿 迅速埋葬 正好和吳慶隆博士的研究 以及山海經記載的大洪水 互相引證 此外 拉加為止 更出土了大型石器和玉刀玉壁 顯示出這裡的文明 曾達到較高的程度 而不是現代人認為的 只是一個原始穿落 對於吳慶隆博士的研究 科學雜誌副主編 這一項研究 擴大了我們對中華古文明的理解 證實了文明的起源 以及古文明社會環境的出現 華盛頓大學地質學家蒙哥馬利認為 吳慶隆研究團隊 提供了大洪水確實發生過的 令人信服的證據 他說 現在我們知道了中國的大洪水是真的 那麼其他古老的大災難故事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真的呢? 蒙哥馬利的評論 自然會令人聯想到 西方記載的大洪水災難 以及羅雅方舟的故事 聖經記載 當羅雅600歲 2月17日的那一天 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 天上的窗戶也都躺開了 四十週夜大雨落在地上 正是那一天 羅雅和她三個兒子 閃、含、雅忽和羅雅的妻子 以及三個媳婦都進入了方舟 洪水在地上 泛濫四十天 水向上升 將方舟由地上飄起 水勢浩大 在地上不斷向上升 方舟在水面飄離飄去 7月17日 方舟停在阿勒山上 聖經裡提到的阿勒山 就是坐落在今天土耳其 阿德爾省的東北邊界附近 是土耳其的最高峰 1960年 美國老牌雜誌生活 刊登了一幅衛星相片 是由土耳其的偵察機 在一萬呎高空所拍攝到的 清晰顯示出 在阿勒山附近 確實有一個船型為止 這幅相片發表後 吸引了許多科學家 前往探索 1977年 美國探險家 羅納德埃爾登華雅特 帶領團隊 到阿勒山考察 發現船型為止 有船頭到船尾的距離 是515英尺 和聖經裡 對羅亞方舟長度的描述 基本吻合 由於年代久遠 研究人員發現 羅亞方舟已經石化 並發現這些石化的木頭 有加工的痕跡 是三塊添加了有機膠水的木板 所黏合而成的 最外層的木板 還有一個納青 2019年年底 考古學家 安德魯·勤斯 和地球物理學家 約翰·拉爾森 利用最新的3D技術 通過電纜 在地上發送電信號 發現地上埋的 確實是一艘船的船體 2008年 一支由香港人 和土耳其人組成的探險隊 成功進入巨型木結構的方舟為止裡 並且在方舟裡 發現了淘氣、繩索 以及類似種子的物品 探險隊員 對木板進行碳元素測試 發現木樣本 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 正好和聖經記載的 羅亞方舟的存在時期吻合 香港探險隊的隊員之一 是香港紀錄片製片人 楊永松 親眼目睹方舟為止細節的他表示 即使不能6%確定 這是羅亞方舟 我們亦有99.9%的把握 令人驚訝的是 在羅亞方舟石化的木頭裡 還發現是雙陷著大圓盤型的扈釘 而且是強度高 內膚複的鐵、鋁苔的合金 顯示出四千多年前 已經有非常高超的野煉技術 這一點 由三星堆的出土文物 也發現了同樣先進的野獵技術 例如黃金面具 它的加工溫度要超過攝氏1,000度 還有那個青銅神樹 採用了極為征扎的兔柱 扭柱 嵌柱 和珠摺等工藝 而且很多青銅器裡面的新桐源 都被提取分離 要知道那時 正處於進化論的中石器時代 都稱同時代的過渡期 因此這些三星堆文物 都遠超於今天人類 對那個時代工藝水平的認知 史前文明不斷浮現 進化論已經頻臨破產 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 人類的祖先、類人緣 大概出現在三、四百萬年前 過程之中不斷進化 直到十萬年前的南非 才出現具有現代人 解剖特徵的人類 而人類真正出現文明 也只是幾千年前的事 距離今天並沒有超過一萬年 不過一個多世紀以來 世界各地的考古專家 就連續不斷發掘一些史前的文物 他們工藝水平的高超 年代的九元都大大超出了現代科學 對人類歷史的認識 南非的黑來黑山坡的地層裡 有人發現幾百個帶有粒槽的金屬球 而這裡的地層有28億年歷史 1972年 法國原子能委員會 和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 在非洲的嘉蓬共和國有礦附近 發現了6座大型反應爐 據探測 這些反應爐是20億年前形成的 並且在當時運轉了超過50萬年 1968年 美國出土了一塊三葉松花石 上面同時還有一個人穿著鞋踩出的腳印 這隻鞋印長26米 寬9厘米 是成年男裝鞋的常見尺碼 1951年 美國華省出土了一個新銀合金的金屬花瓶 據考察距離現在至少有10萬年的歷史 在秘魯一間博物館裡 收藏了一塊石頭 石上刻著一個拿著望遠鏡 在觀察天體的人像 波恩大學礦物學與石油學研究所 對石頭粒槽的氧化層進行測連 發現氧化層到現在至少超過12,000年 不過今天人類普遍認為 意大利物理學家加里略發明的望遠鏡 到現在只不過是400多年的時間 類似的史前文化例子多不勝數 考古學家克萊麥和湯姆森 撰寫的《考古學禁區》一書 其中列舉了500個確鑿的人類文明的遺跡 可以追溯到幾萬年前 以至幾十億年前 這些考古證據都直接挑戰進化論 因此也成為進化論擁護者迴避的禁區 關於人類的起源擺在人類面前的 無非就是兩種可能 一種是神創論 一種是進化論 現在 漏洞百出的進化論 在史前文明的挑戰下 正貧臨破產 相信在逼狗的將來 大家一定會找到自己生命的真正來源 事實上 當年達爾文在遐上出進化論之後 他在拿出來的時候並不是很自信 因為實在是缺乏物種進化的中間過程 難以自圓其說 不過這種未被證實的假說 被現代社會捧為準則 登上了大雅之堂 一些敢於正視現實的科學家 提出了史前文明學說 認為人類的發展 並不是像進化論所說 而是周期性地發展 也只是不同時期 地球的大災難 毀滅了當時的文明 殘存下來的人 再由原始狀態開始繁衍發展 又進入下一次文明 又經歷了災難性的災難 咒而復始 來這次人類最近的史前大洪水 在世界250多個主要民族 80多個語言區域裡 都發現了相關記載 在交通和通訊 不是很發達的幾千年前 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相同記載 不可能是編造出來的神話 而今天的地質研究 考古研究也不斷證實 史前大洪水並非是神話 而是真實存在過 如此 人類在歷史上 為何一次又一次 經歷了毀滅性的災難 根據聖經描述 大洪水災難 是因為人類的道德變了 不符合做人的標準 罪惡越來越大 最終招致爺和華的懲罰 在希臘流傳下來的神話當中 同樣顯示出 當時的人心險惡 弱肉強食 最終招致天帝宙斯的懲罰 而中國那場史前大洪水當中 鋁窩補天 拯救蒼生於水火 最後得以在萬劫中生存下來 同樣是守住了善良的人 根據聖經啟示錄記載 以色列復國之後的那一代人 將會見到救世主尼塞亞 會有神的歸來 最後將會有一場大審判 但是過程當中 也會伴隨著人類道德的淪喪 和瘟疫的出現 而佛經記載 當三千年開一次的 憂坦婆羅花開花的時候 轉輪聖王會下世傳發道人 此外其他很多民族 都留下了神在最後會回來 以及抹劫時 人類會有災難的傳說 1997年7月 韓國經濟道廣州郡一間寺院的方像 在一尊金銅如來座佛像上 發現了盛開的憂坦婆羅花 隨後二十幾年 憂坦婆羅花在世界各地陸續讚放 大家看看 這些就是在四百倍的電子顯微鏡下的 憂坦婆羅花 化徑呈現透明 如果這些神話 都是真實的神的話 這樣我們應該如何看待 今天人類所處的時代呢? 又應該如何 才能避免再一次的重蹈覆轍呢? 在漫長歷史的長河當中 人類經歷了太多太多 那些久遠的文明和神跡 在歷史的風塵和流水一樣的 時間稀釋下 逐漸被後人當成神話和傳說 而進化論等假說 就好像在陳鋒的歷史上 又上了一把重重的枷鎖 阻擋著人類 看清真實的歷史 生命的真相 可喜的是 開啟歷史枷鎖的一部分秘密鎖匙 就藏在史前文明的遺跡當中 其中就包括三星堆遺址 據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長介紹 遺址的總分佈面積 達到1200萬平方米 而目前所有的挖掘面積加在一起 還未夠2萬平方米 即使如此 這個三星堆遺跡的冰山一角 就足以改變今天的人類 對歷史僵化了的認識 目前三星堆的考古挖掘工作 還仍然繼續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一定會有更多的新秘密鎖匙被發現 從而為人類 開啟更多陳鋒的歷史之所 幫助人類重新審視自己對歷史 對信仰 以及對生命意義的認識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